我国自行设计研制 全面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空中巴士八铁一号试验车 昨天在河北秦皇岛北戴河区启动了综合试验 试验项目包括刹车距离 摩擦系数 耗电等等 据八铁科技发展有限公司介绍 八铁一号试验车为一节车厢 车长22米 宽7.8米 高4.8米 额定的载客人数为300人 车厢内有55个座位 还设有20根树立扶手 可以满足高峰时段不同身高站立乘客的需求 而此外 车上还安装了4个动态地图 便于乘客查看整个城市的交通状况 八铁是一种新型的大运量公共交通工具 设计适用于城市主干道路面的上空 依靠电力驱动 采用大体量的宽体高架电车设计 隆起的架构设计上层载客 下层镂空的部分可以正常行驶高度2米以下的车 齐izo